OK我們現在來做如何做聲波的配置 我們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機器連上電源之後 一樣等待個30秒左右 你會聽到語音的提示 說它已經什麼熱點建立完畢啊 那建立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動作 做在這個REST鍵的地方 按下去大約5秒 放手 起動生發電碼 提裝手機 緊任靠近設備 OK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打開我們手機裡面的APP 好APP 添加設備 在這個地方加的地方就好 然後第一次嘛 所以按這個 那剛剛之前那個我們介紹過IPC的那種Wi-Fi熱點模式 那我們現在是做聲波配對 所以直接點選聲波配對 聲波配對的話這邊一樣 點下去 然後這是你家裡的帳號密碼 所以我這邊要輸入帳號密碼 不能輸入錯誤 輸入錯誤的話 你就會配對不成功 你就會以為說機器有問題 下一步 然後發鬆聲波 這個時候越靠近機器越好 然後手機音量開到最大聲 讓它自動去配對 OK配置成功之後直接點選下一步 然後稍微等一下 因為它搜尋這個ID嘛 那這台是公司的 所以我就先取消掉 等它搜尋到之後直接按添加 OK它出來了是這個 那我們直接按添加 再出現這個畫面的話 就說這台機器的帳號密碼 才不會任何人輸入你的ID碼 他都可以進去看 所以你可以設定帳號密碼 你如果我現在不設定 直接按添加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出現在我的設備裡面 這樣就算連線完成了